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王死成游记 主著先佛为南天三太子挪扎 扶轮为永笔 第六回壮士魂 死众泰山人敬仰 特班书立可成神 南天哪吒三太子 将诗曰 为国捐躯壮士魂 人人敬仰是贤尊 特班此利资加勉 代之文思进道门 盛世 今日特领无图由王死成 访卫国捐躯者 其人之死为国尽忠 立下大功 故上天特班书恩之力 若生前善得不足者 暂入王死成至阳县以戒时 但上天为包扬忠心爱国之人 特准为国捐躯者在王死成中 另有礼欲代之文思 代阳县以戒 在此期间代之之功 及其本身修持 由王死成文仔考核成报 上天横其功果 以颁功绪果 换句话说 为国尽忠者 本身若未修持 则以王死成作为补修之地 也就是说 凡忠心爱国 为公捐躯者 一律都可成神 忠为巴德之首 亦为民族存亡 最大关键之精神实践 故守此忠字 甚而付出生命 上天最为感格 是以特殊魄力 以阳寿年县 在王死成中 做修真修道果之代替 如此两全其美 不为天律 对忠臣更尽包赏矣 甚至历来创下轰轰烈烈 飙饼功勋的忠臣 更可托此阳县束缚 死后立即成神也 忠之雀首 道士修道 而成道的一挑捷径了 也可以这么说 好了 次混天灵 闭眼 五等出发 行了 无图可张眼 是 咦 他们在干什么 上军事课啊 原来尽是来到一个大操场 有无数亡魂症 接受类似凡间的军事教练 更有一些看来精神饱满 阴挺而身着容装的年轻人 正对着这些接受操练的人 讲解一些道理 看他们慷慨激昂的神态 就可猜出是在诉说 令人感动的事件 你可以问问来人 他是今夜所要探讨的人 恩师说话间 有一位壮健 而身著中华民国宪兵服装的年轻人 向师徒两立身处走来 我是张敏德 蒙恩提拔 代指王子成文教思源 奉文在玉德之贤 师徒今日召见特来应命 思源免礼 列图为主驻正轮上请答其所寻 请教张思源 你如何禁王死城 年限多久 如今所思何事 我乃服役中华民国宪兵 因一次执勤时 在中华民国台湾省台中市 中港路巡逻车翻覆 而致死亡 仅向杨寿念二岁 应向杨寿四十八岁 故年限念六年 本应进入三级剑蒙天恩加倍 念为国捐躯 且生平上之小善不至为恶 乃奉王死城文载之恩卷 任三级剑文教思源 一方面执思对剑内王死亡魂 讲解忠心爱国之道理 并协助建议执行军事操练 为什么要对剑内王死亡魂如此做呢 因为王死城中有不忠 而王死之魂 如逃兵 出卖国家等 他们再生不知钟爱国家 所以必须强制灌输中思想 而军事教练以严格纪律 加深他们印象 并做惩罚 那么那些无数 身住各种荣服的年轻人 都与你一样是文教思源了 是的 你见他们为王魂 讲解钟爱国家之道的神态 多么激昂感人 真让人钦佩 你们生前为国捐躯 死后英灵还能择失王魂 不愧壮士魂 对了 你们任职期间 可有因建立书工而蒙恩提早成神 有 前阵子就有一位私长 因筹划教育亡魂 上届高真监察御史考核成报 列为特优 上天乃破例提早班续果位 而皆神职 更有者 在世本身修道行功利过 在此任职又得杨氏亲友修功德回向 因而受阴亦能提早皆派神职 感谢你今夜详细指教 既已访问完毕 无图必演 为师送你回堂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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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